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直接医生惨叫 次日菜单子问父亲的眼睛怎么了 父亲说没事找个真眼而已 而大哥也表示自己的手指是上体育课受伤的 菜单子已经受够了 打算去姨妈家住一段时间 结果没有直通姨妈家的巴士 菜单子只能走过去了 走着走着发现大路被移动房子截断了 换一条小路还是一样 只能绕大路了 大路上的行人都戴着面具 而且前面的路也被截断了 就当菜单子发愁的时候 过来一位小哥 他知道菜单子姨妈家怎么走 于是菜单子跟着小哥走进了别人家的房子 原来这个城市没有街道 要去另外一个地方 必须从别人家穿过 走了一会儿 前方围着一群行人 因为这家人不开门 行人觉得他们扰乱的城市秩序 砸破窗户冲进去 将户主绑了起来 待行人走后 菜单子给户主松了绑 户主告诉菜单子 这是一个没有街道的城市 所以每家每户必须开门 让行人通行 我们戴上面具 也是为了保护仅有的一点隐私 说着菜单子戴上了面具 准备前往这个城市最危险的地方 也就是姨妈的家 穿过一条小河 终于来到了姨妈家 姨妈一开门 菜单子傻眼的 姨妈居然就穿了一套内衣 菜单子劝姨妈快点穿上衣服 这样太危险了 姨妈笑着说 最开始我也不开门 但他们会从二楼翻进来 还拆了我家的门锁 你看我的家那么多小洞 住在这里 还有什么隐私可言呢 接着姨妈让菜单子脱掉衣服 跟她一起蜕变 见到菜单子不肯蜕变 于是姨妈开始给苹果蜕皮 菜单子觉得姨妈疯了 一言不合 姨妈挥舞着手中的小刀 吓得菜单子逃出了姨妈的家 这时菜单子看到了一个头很长的人 走近一看 原来是一群偷窥狂 一位经常偷窥 他们头上长满了面密麻麻麻的眼睛 接着刚刚带路的小哥出现了 菜单子急忙向他求救 小哥伸手比划着城市出口的时候 菜单子看到了梦中的那枚戒指 说着小哥将戒指送给了菜单子 并揭开了自己的面具 这个小哥正是那个开堂手杰克 杰克笑着说 你要感谢暗门同学 要不是他你早就死了 就在菜单子危在旦夕的时候 姨妈赶了过来 从背后捅死了杰克 菜单子想和姨妈一起离开这里 但姨妈毅然决然地转过身 影片就结束了 没有隐次的世界真的太可怕了 菜单子为了逃避家人的偷窥 来到了姨妈的城市 结果这个城市的人们 为了保护仅剩的隐次 每个人都活在面具之下 而姨妈早已自暴自弃 接受了这个现实 墙上了那些小洞 和偷窥狂密密麻麻的眼睛 就像我们生活中的各种监控系统 让你毫无疑次可言 电影云的云里简优 下次再见